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 王若瑶今天在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有好多牛奶 有好多酱油要跟大家来分享 听众朋友记不记得 上次 池上金城武 池上金城武魏瑞婷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家的米 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 外太空的阶段 不能讲外太空啦 其实是区块链 有一种更新的一个想法 在做一种安全的把关 的一种新的一种方式 所以那天大家就聊聊聊 聊得很开心 就聊聊聊到一个东西叫做 奥丁丁 听众朋友知道奥丁丁是什么吗 我们今天现场就邀请了 奥丁丁集团创办人 暨执行长王俊凯 执行长先跟大家问好 招手 招手 耶我们今天有开直播 因为今天现场牛奶跟酱油好多 我们今天就邀请了 奥丁丁的执行长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他带来了另外一个新朋友 这个新朋友呢 是新方元酱油 新方元的酱油的老板 王荣生 王荣生跟大家招招手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王荣生你不要紧张 对啊 他们嫌抗力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酿酱油的人 而且大家会发现 怎么酿酱油的人这么年轻 我都以为像这个老的厂 新方容是老厂对不对 是 是老厂对不对 而且还听说你们家新方容 跟池上金城武魏瑞亭一样 你们都用区块链 在管理你们的酱油酿造 是这样讲吗 对不对 消费者都可以直接来看到 他今天还带来他可爱的 安娜达 来 陈宏珍 在节目现场 你没有麦克风 你想大家好 大家听不见 我帮大家问好 好可爱的两个人 你知道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让大家更进一步来认识 你所买到的 在网路上买到的这些食品 到底有透过什么样的管控 然后呢 你可以更安全 更安心 好了 我要来问一下 我来问一下王俊凯执行长 王执行长 我自己其实对于网购的一些东西 都多般存疑 对 真的吗 你有听超级美食家吗 你有听过我的言论吗 我其实有时候认为网购经常是一个骗局 对不对 可是你会这样认为吗 我刚搬回台湾 我以前住美国 所以我搬回台湾的时候 刚刚好有那些奶粉的这些问题出现 那我为什么会创办一个电商 其实这个初衷就是 我也不太信任外面的这些网购的商品 你自己也不相信 我自己也不相信 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个电商平台来 就是找我信任的这些商家来贩售 因为其实奥丁丁的执行长很有趣 我刚刚其实跟奥丁丁的执行长讲说 我要开直播 我要写一段字文字 要写奥丁丁 大家知道吗 执行长说怎么会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奥丁丁 可是问题是 我认识奥丁丁是来自现场 大家所看到的这些小龙 小龙的鲜乳 因为我有一次想要邀请小龙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聊鲜乳 老实讲我是上到了你们家奥丁丁 才看到了这么齐全的东西 我那时候也还很吃惊说 怎么会有人经营这一块呢 真的很夸张的这一块 可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块一路走来很好赚吗 就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赚钱的事情来做 心里会比较开心 怎么说 比如说你一开始你要怎么说服 我就以牛奶为例好了 因为你们家不只有牛奶 对不对 我要以牛奶为例 比如说你要怎么说服这些小龙 你知道让你来卖鲜奶 你知道你要怎么说服小龙 打开他们的厂 让你看这个看那个 我觉得基本上很难 对不对 对非常困难 一开始的时候 对那其实那个时候 我刚搬回台湾没有多久 那我们公司那个时候也算很小 所以没什么知名度 那其实容生是我第一个 要说服的一个商家 所以等一下可以请他分享 他那时候对我的感觉 你跟奥丁丁一起成长 是 真的还假的 你怎么敢把你的酱油 你怎么可以把你的酱油交给给你不认识的平台来买 我去他们就好几次 还是他给你很高的抽成 没有 因为这个我知道现在的网路平台 还是说现在的购物平台都要抽到四成到五成了 有吗 奥丁丁你们加油吗 差很多 差很多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 你们以为你们跟农民买东西是透过一些平台来买 你们以为你们都在爱台湾 老实讲 其实平台的抽的费用很大 我其实不想要戳破这些东西 因为老实讲 有一些都是我们认识的一些同业 他们在操作 那所以我就很好奇 奥丁丁的王执行长 你们是不是在这里面怎么样说服农民 怎么样像这种平价的酱油 我相信你们家的酱油绝对不是空金的 对不 是 所以他要来卖你们家的酱油的时候 你的态度是 我插味 没有 因为 因为我们王执行长 他对我们这个台湾的那些一些产品 有一些疑问 然后他觉得说我们是在做传统的酿造酱油 所以他是有疑问才来找你 没有 他是对我们市面上的一些产品 他有一些疑问 然后他他有到我们场内来看 看我们是不是说在真的在做酿造的酱油 他怀疑你们不是那样叫 是勾兑 是吗 应该说他没有去亲眼看过说 真正的酿造的酱油长成什么样子 OK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了 听众朋友 我们先稍微冷静一下 因为今天其实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牛奶 一个是酱油 既然要先讲酱油 王伦瑶就等一下再喝牛奶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来 所以换句话讲奥丁丁成立多久了呢 今年第十年了 蛤丁丁有这么久了 对 我问你你没有抽四成 那请问你抽几成 我玩都是低于20% 为什么 就 我跟你讲的四成不是新闻 对我大概知道 尤其是卖一些 比如说台湾农产品的一些 很知名的一些平台 都是四成 甚至我还有听到五成 对 五成了 就你以为你爱的是农民 其实没有 是更爱这个平台 对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的 那两成你怎么赚呢 就是要跟大家不一样啦 不是真的以赚钱为出发点 那你以前在美国做什么 我以前在美国Google Google 对 Google 然后后来我在矽谷 就是有自行创办公司 也是一样网路平台吗 对我们都是做网路的技术的公司 所以其实我一直在网路这个产业 对 对 所以基本上我是一个工程师的个性 不是 所以换句话讲 你在架设网站 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也是信手年来啦 可能跟一般的不一样 呃 就是我们的一般的 对工程的要求跟标准 会比呃 比一般的公司高 嗯 因为我们以前是在打造世界级的产品 嗯 那Google所有的产品都是服务10亿人以上的这个规模 那你为什么回来 就回来陪我爸妈嘛 对 哦 他们在台北吗 对对对 好 那所以以前你在Google做的事情跟现在一样吗 不一样 嗯 就本质上是软体工程都是一样的 嗯哼 但是卖酱油 可是有做销售吗 没有 没有销售 对啊 销售其实是应该是回到台湾来 对不对 对 对比较新的 我第一个卖的东西就是酱油 哈 我是牛奶哦 我是对 我们酱油比较早 我是对你牛奶印象很深刻啦 对对对 因为你们等于是全齐了嘛 对全齐了 很齐 就等于是这种小农仙奴很齐 对 我是王若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奥丁丁集团创办人技执行长王俊凯 还有王俊凯十年前创业就开始卖 在网路上卖的新方圆酱油的老板 贤抗力在现场 王荣生跟陈宏珍 我现在很好奇 我真的觉得太吃惊了 因为老实讲我对奥丁丁的印象就是来自 小农仙奶 今天在现场有二四六八十 十支小农仙奶在现场 可是小农仙奶我们先搁置 我们要来先跟大家介绍 新方圆酱油厂 所以你们家创业是从酱油开始 是这样吗 奥丁丁 你说我们 对对对 他是我们第一个商家 他定义了我们的标准 说来听听 为什么那个时候十年前会愿意把酱油交给奥丁丁 不是为了钱 因为刚刚大家知道 他们家的抽层没有抽很高 来 因为我大概八年前我去接那个酱油 然后我第一次打开那个酱油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酱油不是黑色的 他是琥珀色 然后我觉得 因为他每个酿造阶段的颜色会不一样 对 所以我想说 因为王子想来找我 我想说就是 也顺便教他 不是 就是拜托他 不会要顺便教他 本来是不懂就要教 这个是正确的观念 真的 他帮我来推广 每个阶段不一样的颜色的酱油的味道 好 我们今天其实可以看到老板 我们可以看 你们俩都姓王 都跟我同样 都同宗 王荣生很妙 他也带来 他也捧来了 二四六八九 九支酱油 还有两罐不知道什么东西黑黑的 两瓶东西 可是这里面其实就也看得出来 这些都是酱油吗 是 为什么颜色差这么多 我还以为你在卖甜辣酱 就比如说你在卖甜辣酱 你在卖极酱 你怎么让我有一种错误的印象呢 是不是 来讲一下 为什么酱油会有不一样的颜色 因为一般酿造酱油 它大概在六个月的时候 它的颜色是琥珀色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有六个月的酱油 等一下酱油酿造六个月是正规的 对不对 是 一百八十天 是 一定要对不对 对对 好 再来 还有我要先问一下 你们家酱油是黄豆还是黑豆 黄豆黑豆颜色也不一样 对我们有黄豆也有黑豆 那你今天给我看的是黄豆还是黑豆 这一瓶是黄豆加黑豆 好 黄豆加黑豆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后面 可以看到奥丁丁执行长的脸 表示他不是很黑 对不对 可以透出来 接下来呢 然后这一瓶的油膏 就是他这一瓶 这瓶是油膏 对 它是酿造六个月的这个琥珀色的酱油 然后加糯米下去勾芡 真的还假 油膏不是黑的 对 油膏是乳白色 我不能讲有点带黄色 像鹅油啦 对 对不对 对 因为鸡油更黄 对不对 这个是 这是油膏 因为我们是用糯米下去磨成米浆 然后再跟它勾芡 我看到这一瓶 你让我想到台中的肉圆 台中肉圆他们淋的酱是白色的 而且还是米浆是辣酱 对不对 其实是类似这样子 好 紧接着下来 再来 再来 然后再 大概在八个月的时候 它颜色会越来越深 八个月的颜色变 变怎样 八个月 深一点啊 对 它会深一点 嗯 深一点 可是还是可以看到到很轻哦 对 很轻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也是黑豆加黄豆 对 对不对 这边也是黑豆加黄豆 好 所以这个是八个月 我问你六个月跟八个月 在口感上的差异是什么 它的香气会比较浓一点 香气浓 会比较咸吗 不是 咸是勾兑 对 是后面的调整 对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八个月是这个颜色 给大家看六个月跟八个月 有差哦 好 过来 然后它直接就是八个月的 下去勾芡的酱油糕 八个月的勾芡的酱油糕 就是我讲的急酱 急酱来了 再深色一点 再深色一点 对 六个月的酱油糕 跟八个月的酱油糕 奇怪 我真的好好奇哦 王老板 是 有其他的酱油厂会像你一样做这样子颜色的酱油糕吗 目前应该还没看 应该卖不出去吧 对 因为如果你拿来的给我 我说你来拿四个的豆油糕回来给我 对 白 整罐都白白 对 对 所以这是六个月跟八个月 接下来呢 接下来有一年的 还没有完 我没有看到还没有完 这是一年 一年 对 一年 为什么酱油在酱造的时候 你要分那么多不一样的酱造时期出货 现在已经有三个不一样的时间点了 对 因为我就是要把每个阶段的那个酱油的本质的颜色跟香味 所以是六八十二 对 对不对 我现在看到的是十二 对 十二严格说起来 跟八个月的颜色 其实就没有那么容易辨识 对不对 是 两个就很接近 对不对 对 那所以你也有 酿造一年的酱油糕 对 它的油糕就是这一瓶 我觉得 我觉得在你们家 我觉得在新方圆里面 这个酱油糕 比较让人家觉得眼睛为之一亮 怕到 因为传统的酱油糕 不会有这样子的做法跟颜色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 年跟风味有关 对不对 对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你们一定要认识这个颜色 然后也会知道 其实酱油不是黑色的 就像王荣生说 他八个月前 应该是十年 十年前 八年前 对 对不对 打开他们家的酱油缸的时候 发现酱油不是黑色的这件事 他自己都惊吓到 是 是这样说到 对吧 因为大部分酱油都是黑的 对不对 可是我要讲酱油是黑的 这件事情 我也不会很惊吓 因为很多人现在也把黑酱油丑化 会吗 你会这样认为吗 不会 不会对不对 有的人都会认为 有焦糖色素的酱油 就是烂酱油 我也不会这样认为 我想给大家多一点的知识跟尝试 接下来 接下来 最黑的来 这个是两年的 可是这是原生 对 原生 然后接下来后面这个呢 这个是酱油三年的 所以原生是两年 我以为原生是压轴 不是 他这个是黑豆 这个是黄豆 黑豆原生是黑豆 对 然后这个是黄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颜色好了 好不好 听众朋友 因为其实大家 虽然它是黑色 可是其实老实讲也是有轻轻的感觉 看得出来 对不对 一种轻酱油的感觉 是 然后你说这几年 三年的 三年 三年 好 这是三年的酱油糕吗 这个 你是大概一年半 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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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年 这是一样的 好 我现在要直接问问题了 王老板 其实呢 我们其实在讲 比如说在酿造的过程里面 你的这些酱油都是直接从圆筒里面抽出来 有做过调色的动作吗 没有 为什么你不做 因为我觉得酱油它本身的颜色就很漂亮 可是问题是 酱油如果做了比较有颜色的话 我卤肉吃起来比较可口啊 是 是不是 所以我在推这个时候 其实遇到很大的挫折 就是一些 怎么卤都不黑 然后 然后还有那个老一辈的阿伯 叫我去他们家说 为什么人家的酱油糕是卤白色的 是白的 然后他说 他说他到卫生局跟我检举 我就跟你讲啊 白色很惊吓啊 好像整罐都死狗啊 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直播没有停 对啊 好啦 我要跟大家聊啦 因为其实今天主要是要聊区块链 可是呢 在聊区块链之前呢 大家呢 先认识一下酱油 大家先认识一下鲜奶 大家也可以先认识一下生产者 还有经营者的辛苦 因为老实讲 今天只邀请他们来录一集之后呢 奥丁丁的执行长会再来 因为今天他说话的时间应该很短 因为呢 今天呢 应该是新方圆就要讲很久了 对啊 奥丁丁之后 我们大家再来讨论 大家 因为今天他们其实带来两个商品啦 不要他们那个商品那么重背来背去 就至少今天大家可以把酱油跟鲜奶聊完 大家对于奥丁丁有一些 就比如说大家对奥丁丁有一些好奇 有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之后再来请执行长好好的聊了 我是还蛮佩服他的 Google的薪水有多高 我一定要忽然间问他才会回答我 对我第一次就我差不多硕士毕业25岁左右嘛 然后出来工作 第一个薪水就就超过两百万 对美国嘛 那请问现在呢 我不要讲现在 大家不要太跳动 应该是讲说回到台湾开了奥丁丁 第一年你的营收是多少 第一年就可能几千块吧 第一年哦 我们一开始是做电子书的 我们还不是开始卖酱油卖鲜奶 所以我们大概到第四年左右才开始 所以你是第四年才找到王老板合作吗 差不多第三年第四年左右 开始卖台湾农产品之后呢 数字的表现怎么样 就爆发 爆发 对 为什么 刚好遇到食安的问题 然后大家就开始抵制这个 大厂的鲜奶 所以同年我们的营收就爆发上去了 可是你们有因为新方圆的酱油而爆发吗 我觉得新方圆的酱油 因为你们家 我应该是这样问啊 王老板 是 你阿爸做酱油是这种样子吗 不是 我就是要问 搞不好老客户都说 哎呦 怕死人了 怎么换了老板之后 怎么新一代来接 怎么倒油都没法做啊 会不会 那个客户要跟我说 酱油就黑色 你加那么多水 你为什么要做那么多 酱油是黑色 你加那么多水 你加那么多水 把它弄成这么淡色 你钱好好赚就好 慢慢赚就好 不是 我刚才就在问 他们家的调色过程里 没有焦糖色素了 我应该是这样讲 对不对 你说以前的酱油吗 以前有啦 以前有 现在没有 对啊 我就跟你讲 这个酱油一看就知道 他这个酱油一看就知道 没有焦糖色素了 就这支六个月的 我保证没有了 来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奥丁丁集团创办人 既执行长王俊凯 还有新芳荣酱油的老板 夫妻两位 两位王荣生 跟陈红真 我一直都想把 闲看抗力念出来 还有我都念得结结巴巴 虽然今天老板娘 不会讲话 可是我很想让大家看一下 你知道酱油厂的 老板娘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还有酱油厂的老板 你一定有在做酱油 因为你很黑 老板娘也有 老板娘也是满脸通红 表示他们都是在阳光下 他们都有心情的在工作 今天其实要很快 要跟大家介绍 除了酱油鲜奶 还有区块链的概念 然后更多的东西 搞不好我们下次 再请奥丁丁的执行长 王俊凯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因为他今天讲话 不会讲很多 因为我没有想到新芳源 这么好玩 刚刚其实在跟王荣生 王老板在聊天的时候 他因为是 你们家是第几代 你是第几代接手 第三代接手 所以从阿公的时候 开始酿酱油 可是阿公跟阿爸酿的酱油 不是不黑的酱油 是黑的酱油 所以其实有很多 对不对 比如说拿到白色的酱油膏 我就会怀疑他发霉了 而且发霉的很彻底 整瓶都嘛是白的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有克素 对 你为什么坚持要做酱油 原色的酱油 因为我不喜欢有 我比较崇尚 比较自然的酱油 因为我觉得 发酵的东西很奥妙 然后我想把每个阶段的 那个很天然的东西 就呈现给大家 对 虽然大家现在还蛮 不太容易接受 这种颜色的酱油 不是 你今天拿来给我 我也没办法接受了 我老实讲 因为我其实只有研究 奥丁丁的鲜奶 我是很老实讲 我没有研究奥丁丁上面 就是这个平台上面的 新方圆酱油 我其实刚才看到 白色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他们家还有做别的酱 就比如说 我内心一开始 我眼睛就 我眼睛这样扫一下 我的心里是想说 他们家还有卖鸡酱 搞不好是客家人 我就比如说 我内心的想法是这样 可是所以等于是 听众朋友在看 这些酱油的时候 就会很吃惊 居然有人这样子做 而且最好笑的是 我刚才还有问王荣生 我说有同业酱做吗 他说没有 因为同业比你聪明 对不对 我只能这样子讲 而且甚至于大家知道 如果今天卖的是白酱油 白酱油在前几年 也变得很流行 因为食安的关系 所以大家知道 白酱油本来就白的 对不对 所以你这是黄豆加黑豆 也是这种淡淡色 大家就会说 你烫水烫太多 所以你自己有你的想法 你爸爸有意见吗 爸爸他觉得说 这个应该是 不太有人会接受 他说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 改变当然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想说我愿意去尝试看看 可是那个时候 有可能因为你这样子的改变 所以你的通路受挫 然后跟奥丁丁又重新开启了新的契机了吗 可以这样讲吗 是可以 好了讲这一段好了 好 来该你了 今天一定要让执行长讲讲话 来 其实一开始 我是透过我一个 就是医生的朋友认识龙生哥 他们是一起骑脚踏车坐三铁的 那他就因为我一开始做电商平台 我也不知道卖什么东西 因为我不可能 你说一开始你不是卖食品吗 对不对 不不一开始我是根本就不知道卖什么东西 但是刚好我的朋友介绍龙生哥给我 那我想说那我就从酱油开始卖好了 反正我也不知道卖什么东西 对 对那我就跑去云林找他 那他记得第一次见面 就是他带我参观他整个酿造的过程 他们家的厂有没有很传统 还是很新 很传统啊 很传统啊对不对 对 有很多竹坯子啊 大家在戳这些豆子啊 是不是 没有其实大部分都是龙生哥 他们家的人在酿造 那我看来觉得蛮天然 就觉得原来酱油是这样做出来的 那一般我们在外面喝到的酱油 其实都是你知道吗 就是很快 吃到的了不是喝到的 怕死人 怕死人 我觉得就是 比较像酱油的形式啦 我这样讲对不对 对工业酿造酱油大概 可能三四天就酿造好了 你讲的是画质酱油了 对对对对 那跟一般的这种天然酿造不太一样 然后我就一缸一缸打开去闻嘛 一缸一缸打开来闻喔 你也不怕把一些不好的菌放进去 这个人够狠 所以他们家的酱油有 你们有算是户外曝晒吗 是 就比如说这个部分还看得见 对对对 就是很传统的酿造的过程 一缸一缸都还看得见 是对不对 难怪还会让这个ABC很好奇啊 都没看过这种 对啊 其实我觉得卖吃的有一个很重要是 要有良心啦 有良心是要看老板嘛 不是说品牌或包装 那我刚才就从美国回台湾 我觉得台湾好像有点过度包装 那我们很多农产品等等的 就是都用就是过于这种修饰的文字 华丽的迟早 对对对对 打动人心的文字 比如说阿公阿嬷 对不对 卖的什么东西之类的 对但是因为我是学工程的人嘛 所以我的世界就是零跟一 五十 你知道吗 不是零就是一 零跟一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更清楚 零跟一 对啊 龙升哥对我而言 他就是一 一就是良心嘛 对那我觉得 因为我 我也不想卖很多酱油 我找到一个 我非常信任的这个老板 那我来帮他们销售试试看 对所以就 没有想到就 这样一路做到今天 我问你 为什么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开直播有留言 一直有人留言 以和金寨 我有没有看错 来 跟你有关系吗 以和金寨是我们 那个在花莲的一个民宿 我住过 以和金寨我住过 我住过 他用我们的系统 所以不是你们的金主 因为一直有人讲说 你的后台是以和金寨 真的吗 你们大家不要误会了 你们如果今天 对奥丁丁有任何问题 我们下次请他来 大家再来聊 那所以 换句话讲 就是因为这样 你就锁定了他的好酱油 对 就开始卖 可是在平台上 一开始卖的时候 虽然刚刚奥丁丁的执行长 王俊凯有讲说 台湾有很多商品 都过度包装 对 可是你把这个东西 丢进你的平台 你还是要包装啊 没有包装 客人怎么会知道 为什么我的酱油膏 变成白色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 就是主打这种良心嘛 那刚好就是在那一年 就发生了实案的危机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平台就因为这样子的 新闻的效益 大家开始注意 就很多人跟我们买鲜奶 酱油等等的 所以同一个时间 鲜奶也开始了 鲜奶比较慢 大概隔了大概半年左右 所以就一开始 可是目前为止 奥丁丁在你们的平台 除了新方圆之外 还有其他的酱油厂吗 少数的 对 我记得是有机的酱油 然后也都是锁定是台湾 像这种纯酿造 我觉得你在乎的 应该是纯酿造 对我就是 我们公司的上架的标准 是蛮高的 好 我们再来聊 除了大家现在 先认识新方圆之外 区块链 你们怎么追上区块链 回到这个2014年 我们那时候 一边在做电商 可是我知道 我们做一个 本土的农产品的电商 没有办法把公司 带到国际的舞台 所以我一直在看新的技术 因为我以前是在 美国最顶尖的网络公司 不好意思要进广告了 等一下休息一下 听众朋友 他说最顶尖的 就是Google啦 就是Google公司 我记得他刚刚公开 都没有讲Google 对不对 还是有 刚刚有 还是广告的时候有讲 有有 对啊 有讲到Google 对啊 听众朋友 我其实那个时候 其实搜寻到奥丁丁 就是因为他有 很多小农仙来 我很吃惊 因为我以前跑农委会 我觉得农政单位 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对 我讲对不对 是 可是呢 在奥丁丁的平台 我有看到这块 我还蛮蛮奇怪 其实我老实讲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因为奥丁丁 一开始我接触 我觉得他是个商人 所以我就用 比较商人的方式 在思考 比如说 这些小农怎么可能 这个牛奶 怎么可能有 四成的利润 要分给奥丁丁呢 对 没有 我觉得是不可能 酱油说不定有可能 尤其是精品酱油 我讲的是精品 现在有的酱油很贵 一瓶很贵 几百块 精品酱油 其实也有可能 对不对 对 就是其实 我们如果真的要做到四成 唯一的方法是 抬高我们的终端售价 对啊 价格不可能 但是因为龙生哥 他有他对产品价格的坚持 所以我非常尊重 他在这一块的 因为老实讲 你也可以上到奥丁丁的品牌 用不一样的包装 包装精品酱油 特别给奥丁丁丁丁丁丁严選 有品味 你知道 有加了品味两个字 就可以卖很多钱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 像那个执行长的style 你知道 看起来也很有品味 头发再烫卷一点 你知道 就可以用 对 就比如说 他就可以 跌高价钱 真的可以啊 我真的不骗你啊 很容易 并不难 可是看起来 你们并没有走这条路啦 对我们非常尊重这个生产者本身的品牌 所以我们不想去喧宾多主 然后还有就是当你做了这样子的改变的时候 你爸爸有没有讲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跟现在的态度 因为刚开始推就是不好推 然后我们就 然后我们就 他有没有骂你 有我们就很幸运在一百零五年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得到酱油制 台湾酱油制的那个这一瓶有得到他的最高风味 你说谁是谁 台湾酱油制 哪一个 那个常常文创文化的一个 酱油制的那个专业书 然后呢 然后我们这一瓶就 就红了 就有得到他的最高分 还有什么台湾酱油制 怎么会有这种 好来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现在的时间是11点40分 45秒 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奥丁丁集团的创办人 兼执行长王俊凯 还有新方元的酱油的老板跟老板娘 王荣生 还有陈红珍 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逼问王荣生 问他说 哇他把酱油改成这样子 不知道他的老爸有没有意见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经营日南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怎么样 结果呢 他老婆居然端出了 翻出了一本书给我看 叫做台湾酱油制 他说呢 这本书呢 扭转了他们家的命运 对不对 是 他说呢 在这本书里面 你们得到了什么奖 最高风味奖 最高风味奖 然后有最高的那个 总分 真的 这本书我不知道 全台湾第一名 我要想办法买来看看 等于是全台湾第一名的酱油 出在新方元 对不对 所以你就更有信心了 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奥丁丁在宣传的上面 就有更多琢磨的地方 是不是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主打他们的良心跟老实 所以 现在很难 良心跟老实 大家都挂在嘴上 谁 这个很基本的 这是基本的话术 是不是 对 所以其实 当然有帮助 对 但是我觉得主要是说 我们卖出去的产品回头客 然后再加上他们去推荐给朋友 这些就会慢慢累积成一个 我们的忠实客户 对啊 所以就是 那当然这个得奖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帮助到他们的这个事情 其实了不起 我真的觉得很了不起 我觉得不添加 还是说 坚持不添加 你觉得不好的东西 在你的酱油里面 然后这个其实是逆着 就比如说是逆市场而行 可是关键是在于 我们又回到区块链 台湾的酱油可以出国吗 台湾的酱油可以让国际觉得 台湾的酱油是好酱油吗 我觉得其实现在在国际市场里面 或许外国人都认为 酱油的第一品牌应该是硅甲腕吧 呃 那你怎么看呢 怎么帮他们把新方圆 也搭上了区块链的这一块 真的有外国人 我差点用喝这个字 就真的有外国人 你知道有看到台湾酱油 跟别人的宇宙不同吗 对 接下来我们要帮助他们 就是出口到外国 美国日本嘛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实在太少了 但是美国有一大 很大的一个族群 他们崇尚有机嘛 Organic 所以有美国的whole food等等的 可是我还是有问题 就比如说在美国 还是买得到大肠的酱油啊 还是买得到 还是买得到金兰 我讲的是台湾的 还是买得到金兰 买得到一些酱油 那怎么样凸显新方圆的不同呢 呃 我觉得呃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 我们把呃 用区块链的这个溯源履历 帮他们把他们所有原料的 进口啊 尿造的过程 全部都放到区块链上 好 手机拿出来 那天呢 池上金兰武 直接直接就开 直接就开 所谓的池上金兰武 他们家的米的区块链 给大家看 就会发现呢 透过区块链的一些系统 透过区块链的一些系统 可以看到他们家的 这个稻田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生物 甚至还有穿三甲 爬来爬去 可是问题是在酱油园里面 在老的酱园里面的 区块链 到底要透出什么讯息 给消费者呢 诶 龙三哥 我们从那个培取 然后到整个检验 因为我们从豆子进来之前 我们就开始检验 嗯 所以他整个流程到成品 他都有那些图片 所以等于是大家在看到 你们家的这个区块链 上传的这些资料的时候 他会看到 他不知道的东西 就跟一开始奥丁丁的执行长 王俊古还看到你们家的东西一样 对不对 是 好了 我直接扫进去了 因为呢 也一样 透过手机 听众朋友 你们拥有智慧型手机 就要知道智慧型手机怎么用 很多人只用智慧型手机 在上面 你知道发牢骚 其实那是没有用的 要给大家看 有手工贴标 冲田 杀菌 还有初甕 而且这个初甕 还有甕缸的编号 因为我刚刚扫的就是这一瓶 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生传履历 溯源管理 最大的目的 对不对 你要溯得到 你要追得到 而不是耍花枪 对不对 可是我想要给大家点进去看 什么东西是最可爱的呢 翻渠最可爱吗 洗渠吗 洗渠 听说一洗要洗很久 是不是 洗渠的照片 有没有 上面有解释 洗去表面的浚丝 避免产生其他异味 撒上已经煮过的冷开水 再盖上麻布袋 然后有再次发酵的功用 等一下你们家没有 你们家没有架设那个 那个录影机 所以 这个很困难 因为他们 真的吗 好几层 我好好奇 因为上次池上金城武 魏瑞婷来的时候 他就有少到一些生物 对 而且那个要特别的人 才可以辨识出来的生物 对不对 有一些鸟啊 什么东西 有人已经在留言上写 写 你们家的系统很先进 可是我想要知道 奥丁丁 我问一下奥丁丁的执行长 架设这个很贵吗 呃 我们贵 主要是贵在人力嘛 工程师都蛮贵的 所以费用是他出吗 费用是 酱油厂的老板出吗 我们没有跟他收钱 可是你们会希望 你们家奥丁丁的所有商品 都有区块链的这个 辅助吗 我们希望是这样子 嗯哼 就是 鲜奶有吗 鲜奶还没有 对 鲜奶还没有 所以酱油厂有 对 稻米田有 有 还有呢 呃 还有红梨 百香果 红梨 对 台东 我们在台东也有架设 哦 百香果也有 对 对不对 对 就是 还有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 猪肉 对对对 猪肉也有 猪肉的意思是 屠宰还是饲养 呃 他整个过程 到他打什么疫苗 全部都上区块链 哦 就从饲养一路啦 对不对 饲养有可能是 到最后分切场 对不对 对 用那样子的方式 是 还有你说 像这样子的方式 很容易就可以 跟国际接轨 具体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大家看的是一个 比较科学的一个 数据照片 那这会比较 就是消费者的信赖感 会慢慢的 就无形中增加 嗯哼 对那当然 区块链他的 溯源履历 不是一个 有所谓标准的东西 我就看他跟 魏瑞婷的不一样啊 对对对 对啊 你们知道 我还很期待 有穿山甲爬来爬去 不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你没有穿山甲 不太一样 对啊 然后呢 对啊 不太一样 对不对 而且区块链也没有国际标准 我的意思是这样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等于是 我们算是全世界最早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工 科技公司 可是有外国人因此而被你吸引来吗 我觉得有呢 我们之前有开实体店 所以有很多外国人啊 他们都在那边去找 休息一下进广告了 对啊 因为我觉得主要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跟国际接轨啦 可是你们其实蛮大胆的 老实讲酱油没有国际这件事 对 我可以这样讲吗 米说不定还有 可是米也没有 因为魏瑞婷种的米不是国际上普遍流行的米 除非他改种印度米 嗯 我这样讲对不对 泰国印度 对 除非他改种长米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其实应该是说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了 可是我是很佩服你们 还有这应该不是你们吧 这是谁 那是我爸妈 难怪 我说奇怪了 戴眼镜 大家看哦 我说奇怪 他这个logo 第三代了 我说这个logo看起来不像 可是因为你画的爸爸很年轻 妈妈很年轻 嗯 有没有 对 这个logo很年轻 好可爱 可是他最感人是 他有用他 太太的名字命名酱油 在哪里 多几支 这两瓶 好来 叫红 红针 大家看哦 他老婆的 对啦 彩虹的红啦 红针 对 所以这两支是你 其实没有 所有都是你接手之后的新产品 是 对不对 对 没有旧的产品了嘛 对 都没有了 对不对 好啦 我们不能够再讲酱油了 听众朋友 鲜奶都退冰了 好吗 这个 还有这两瓶是什么 那两瓶是 你要给我上课用的 对不对 七年的酱油 就是我 就是我刚 刚开始 酿的 Deyong的酱油 所以这不是有焦糖色素的 我给大家看 没有没有 我以为他带了两瓶 焦糖色素来给我看 打开很香 你看一下他的这个挂瓶的样子 有没有看到 我可以讲挂瓶吗 挂在 挂在上面的 谢谢 没有这个是我 特地装来给你 一下 较大 不是大家认识的酱油的味道 这就是黑豆吗 这是黄豆 黄豆 被挑战到了 真的酱油的味道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 刚刚如果有追上直播 就发现 王润瑶在广告的时候 大叫一声 我没有想要猜错了一个东西 应该是说 我对于我自己的辨识度 这件事情要重新修改 刚刚呢 新方元的王老板 他说呢 他带来这两瓶是七年的酱油 等于是他一开始 接手之后 他用没有人工添加 然后纯样造作的酱油 他让我闻闻看 我闻了之后 我闻到有一个淡淡的香味 一个很淡的发酵的味道 并没有很浓郁 然后呢 我其实可以闻得出来 这支酱油 没有勾兑过吧 对不对 可是呢 我刚才讲说 这是黑豆吗 他说不是 这是黄豆 等于是呢 大家呢 你天天都在吃酱油 可是你不一定认识 真正认识酱油 这样子的商品 好等一下 我要干嘛 把它盖回去 因为这是滴滴珍贵啊 这个应该是 每一滴都要用 一滴一cc的方式来计价 所以两瓶都是吗 对两瓶都是 大家可以看得到 如果今天有透过直播的话 就可以发现 这个挂瓶 这个酱油在挂 这个挂在玻璃瓶上 的这样子的感觉 好 因为呢 最后最后一段 一定要留给鲜奶 我讲这鲜奶都全退冰了 我们来聊一下 总共奥丁丁 找了多少小农鲜奶 有多少人跟你们合作 最后结果如何 我们找了十几家鲜奶 十几家鲜奶 都愿意跟你们合作吗 其实都是我一开始 很辛苦 就是三顾茅庐 然后去一个一个老板拜访 为什么小农不愿意 把鲜奶透过平台上来卖呢 而愿意把他的生乳 交给一些大厂呢 因为生乳的这个收购 大厂是价格是固定 量也是固定的嘛 那所以长久以来 台湾的这个鲜奶的产业 都是被几个比较大的 这个厂牌去把持住 那我卖鲜奶是因为 所以那时候我儿子刚出生 那我希望说 其实我从美国回来台湾 我喝到所谓的大厂的线奶的味道 跟美国都差非常多 所以 你说浓醇香更加进步吗 我可以这样讲吗 有点too much 可是有人会讲说 那是因为杀菌的 杀菌的方法 对 我有听过有人这样跟我讲 是因为杀菌的方法 对 可是有的是 呃 刻意而为之啦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实际拜访这些 我真的没家我都去喝嘛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味道跟大厂 是完全截然不同 那他们的特色是 其实他们都是单一牧场 嗯 那其实你看 呃 我让这些呃 原本的这些牧场 都保留他们原本的名字 我们没有说我们要做一个 奥丁丁鲜奶 对 不是说奥丁丁严选的 特殊规格的产品 对 因为我觉得说 我们不要用一个商人的心态 来经营这个产业 而且你今天捧来十只哦 对 都是分布在台湾什么地方 呃 大部分都在南部 然后有一家比较特别是在新竹 新竹 对 近世鲜奶 那他是台湾最早的那个 就是神农奖的得主 啊 神农奖的鲜奶交给你卖哦 对 我问你平常我要买这些鲜奶 我一定要去他的牧场吗 呃 有通路吗 有其他通路吗 新竹这一支是在当地的农会买得到 因为老实讲 7-11是看不到这些小农鲜奶了 可是有一些通路最近也有陆陆续续 也有一些 你知道就是没看过品牌的鲜奶 对 嗯 然后比如说老爹 老爹我们也是跟老爹的牧场的老朋友 那个老板是好朋友 老爹 嗯 那他是他也是台湾第一个低温杀菌的鲜奶 哎 这里面的低温杀菌有几支 呃 我刚才就有讲说跟杀菌的方式不一样 对 这两支是 大家会比较崇尚低温杀菌的鲜奶吗 低温杀菌可以保留他原本的这个 呃养分 嗯 在他的鲜奶里面 可是在风味值的部分呢 其实是喝不出来的 其实呃 比较轻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喝一下 这个是有点混的 今天啊 他们说要给我喝所有的鲜奶 还问中广的瓶子够不够 中广的杯子够不够多 准备了一堆杯子要给我试鲜奶 对 近似是他混 娟山牛跟这种呃 黑白这种 呃 他这样翻译 等于是黑白牛跟澳洲的 娟山 对 对不对 娟山牛 对 我倒给瑞瑶姐喝一下 你们家的公关好有趣哦 你们家的公关要翻黑白牛给我看 听众朋友 你们有人不知道黑白牛啊 我真的好可爱哦 好来 来喝喝看 这是近似木材 他真的好珍贵哦 他居然给我倒一公分高度而已 这是什么事啦 你以为今天是实验室哦 所以我把他当威士忌盗 天呐 听众朋友 你们就可以知道 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商品 有多珍视 因为我想说要喝十瓶 因为我刚才其实很不好意思讲 他带了七年 酿造七年的酱油 就这么一小瓶啦 有没有 他并没有装一大罐来给我了 多珍贵 就比如说他们面对 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 请看一下一公分高度 叫什么 近 近似牧场 近似牧场 新竹的近似牧场 而且是用低温 低温杀菌法 比漱口水还少 再来一杯 可是 可是我其实甜 不行 我不能这样讲 你要开第二瓶给我 对 很多东西其实是要比较急 对 可是你开老爹有点狠 我们要开一个高温杀菌 还是中温杀菌的吧 还是你老爹先让我喝 我觉得我先低温的 一起比较一下 反正都只有一口 漱口水 差不多30cc而已 刚次我的服务不够周到 你看他们多珍视他们的东西 就比如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商品 好了啦 你不要到老爹打电话给你 老爹先拿 老爹打电话给你 好我刚才已经喝了 近视跟老爹 这两只其实是奥丁丁 他们自己在平台上 所推荐的两只低温杀菌的鲜奶 老爹是来自哪里 老爹是在嘉义 不一样啊 对不一样对不对 差很多 不一样 对 等一下 要不要再喝一下 刚刚那一只 两个不用 两个都是低温杀菌 不一样 对对对 它牛的这个品种 不一样 我相信这一只 就比如说第一只 第一只因为有捐山的关系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对 我第一次感觉到捐山牛的乳牛的牛奶 有存在感 对对对 因为每次大家其实不会两只鲜奶喝来喝去 很重 好过来 对 然后这个是 这支是什么 明权 明权是来自哪里 这是台湾最年轻的洛农 我没有看过这一家 对 我们那时候刚推出来就很好笑 因为明就是 明跟权是他 就是 他的名字 弟弟跟姐姐的名字 然后很多消费者就说 你这个就是 明明是卫权 明明 这个好好记哦 明明是卫权 可是明权是来自哪里呢 他是哪里的仙奶 明明是在云林 云林 对 云林的仙奶 云林 所以等于是我如果要买这些小农仙奶 都是在在地农会买得到 对不对 还是在地的超市买得到 这个 画现实应该是找不到吧 有些超市是买得到的 好 明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杀菌 超高温瞬间杀菌 所以这个应该就可以预期比较浓 对不对 他味道 好啊 你已经超过两公分了 这么珍贵不能这样子喝 没有 味道不错 味道不错 不是 而且跟我在讲 就比如说我可能也是因为 很多经验值啦 就这个经验跟一般我们在通路买的 鲜奶的味道也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其实鲜奶是非常 你知道他是 他不会说你在每个地方买到鲜奶 喝起来都一样 这是很奇怪的事 明权的乳味还蛮重的 对对对 可是他们其实刚才这三杯都很轻喔 对 就比如说大家其实不会喝到有那种 很具体的浓存香的鲜奶啦 对对对 我这样讲对不对 其实鲜奶本身 是淡淡的 对对淡淡的 嗯 有人在讲明权 而且明权很香 对 嗯 嗯 哈哈哈哈 就是我觉得味道可能 不一样 香的是这个近氏 因为他有捐山的味道 嗯 没有呃 近氏我很确定 他很浓 对不对 因为捐山牛的呃乳 应该是讲出他的乳脂肪含量比较高 对 啊所以有人会用两种牛来搭配 对搭配 可是我喝的这三只 老实说起来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每一只都不不一样 有可能也跟鲜料有关 对 哎 明权的这个 明权的这只鲜奶有小的时候的感觉 我好难形容 小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有喝过那种 就是有纸盖的 我不知道你没有喝过 因为年纪还很小 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叉子 叫啵一声的那种鲜奶 哦 对啊 玻璃瓶的 对玻璃 你看哎 等一下你年纪跟我差这么多 你怎么知道玻璃瓶那个 对啊 就是那样子的感觉的 一个鲜奶啊 等一下还有人要喝什么 你好急哦 因为我们的时间到了 我们的时间到了 大家要讲再见了 我们陆陆续续 后来这些鲜奶的资讯 PO出来哦 听众朋友 好了 我们结束时间了 谢谢三位贵宾 谢谢 谢谢 你们家公关好紧张 还有哪一只没有给我喝 快点说 还有还剩 还剩好多 主恩我们也很推荐 那建成是在嘉义 好了 我们其实哦 让老板把这几只鲜奶 拿起来 对 介绍一遍 因为呢 他们有十只鲜奶 听众朋友看了影片 就知道是哪十只 然后我们等一下 这十只鲜奶也会陆续拍照 好 开始你介绍这十只 好 来自哪里哦 你要讲清楚 主恩牧场来自彰化 那他们夫妻是非常虔诚的那个基督教徒 嗯 对那呃 我也很跟他们很熟 那他说的这个稻草都是他自己种的 然后就这样喂给牛 所以这也是我们最早合作的一个牧场 天啊跟你们夫妻好像哦 还要自己种牧草 对 这也是我当过茅庐才拜托到 主恩 对不对 好 再来 然后 建成他是在嘉义 好 建成 对那他他也是蛮纯的一个鲜奶 你要盖好盖子 对好 盖好一下 好 再来 对 然后这这个是我们合作的羊 就是新的厂商乙木羊 所以其实我们都标榜单一牧场的这个羊奶 嗯 对 这是羊奶哦 对羊奶 羊奶也有 对那我们 因为我觉得羊奶不要让他用混的会比较 你的意思是说 羊奶市售不纯 呃 意思是这样吗 哈哈哈哈 他讲话都很委婉 然后我就直接帮大家翻译 比较快 对 然后这个是在 这也是在台南 荷香鲜乳 荷香 很多稻草的原料都是从外国进口的 啊 荷香 养牛的成本是很高的 嗯 对那这是我们最早合作的一个新生活鲜乳 新生活鲜乳在哪里 他是他是在呃 应该是在台南高雄那一带 嗯 然后他是比较像是用这种 呃 仙奶合作社的方法 然后跟加工厂合作 然后去推出一个品牌 好 标榜就是如果不纯就赔一百万 嗯 对 不纯赔一百万 对对对 上瓶子 不纯赔一百万 好 对 单纯鲜乳是在屏东那边 然后他是一个科技的机械硕士回乡去用机械科学的方法去释养牛脂 嗯 对那这个是台湾最早的呃以前有个五美奖 五美奖 对就是呃标榜那个好的这个呃鲜奶然后他们会颁奖 哦 哦 五美奖 哦对了 五美奖 我知道有听众朋友现在留言说你们家的羊奶都没有羊骚味 嗯 对不对 好 还有呢 对 然后这是民权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民权 对 对 所以都都差不多了 好 可是我对于呃奥丁丁在网路上平台上上鲜奶哦 贩售鲜奶我有一个问题 是 消费者怎么跟你们买鲜奶 鲜奶其实都有很短的保存期限 跟酱油不一样 对我们都会 所以他们会一买买五支吗 我看喝到拉肚子了吧 他有点像是用订报纸 他用订的方式 嗯 对 然后他长期订购 然后我们就会帮他安排下一次的配送日期 所以我可以讲就比如说我跟你们订 就比如说像订养奶一样 我跟你订一年 对 一个月 假设是这样子 对 那你会配送 到家里或公司 可是是配送不一样的品牌吗 呃 还是我指定品牌 你可以指定 对 就这样比较合理吗 对 否则我一直都会认为说 如果在网购 比如说网购鲜奶 我给自己头痛了 我不可能网购一瓶鲜奶 对 对不对 因为他的运费 还有他的这个 不可能这样做 对 我也不可能网购十瓶鲜奶 要喝到什么程度啊 对 是不是 所以看家里的用量嘛 像我们家 大概一个礼拜会订二十罐 嗯 因为我两个小孩 嗯 所以这个量是刚刚刚好的 哦 所以等于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啦 对 不同的选择 不同选择 对 好 我们下次再请奥丁丁的执行长 王俊凯回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很多问题 好 也谢谢他们今天来到我们超级美食界啊 王荣生你还有话要讲吗 你现在做酱油 那个应该是被订单追 对不对 是吗 也没有 也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种浅色的酱油 很少人可以接受 因为不太好用啊 你知道对我来讲浅色的酱油 就是因为大部分 大家要酱油就是要它的颜色嘛 可是我要讲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料理 应该是就是说有一些料理不需要这么黑 就你要分类食用的酱油 目前用浅色比较多是那个拉面的叶子 拉面的叶子 他会像买这种浅色的 因为不会影响到它那个臀骨的颜色 臀骨高汤的颜色 还有就是我自己在炒一些蔬菜 我喜欢浅色的酱油 就比如说如果用一般的酱油 那种哦哦 对不对 应该大家要学习用不一样的菜肴 用不一样的酱油 还有不一样的风味啊 如果今天炒的是台菜 我觉得就有必要要有一种像你这种的味道 我讲对不对 有一种湖底 可以讲湖底吗 对对 你知道一种湖底干纯的味道 就可以在里面 好不好 然后现在刚才有听众朋友一直在问 哪一个鲜奶厂的电话 不用这么麻烦 奥丁丁直接上去就可以了 他们打电话去这些鲜奶厂 鲜奶厂会卖他们一瓶两瓶吗 洛农不会直接卖 因为洛农很忙 对 洛农好忙哦 我觉得其实可以 比如说生产者跟销售者 可以专业分工的这件事情 我相信王荣升应该觉得很轻松 对不对 轻松许多了 好不好 好了 谢谢听众朋友 你们两个人先说再见 谢谢拜拜 拜拜 还有可爱的老板娘说再见 拜拜 好 接下来是王荣耀说再见 因为是持播 等一下 今天又有人打赏给我 我都不敢讲 今天收到了100 等于是有人打赏给我 可是我叫你们先不要打赏 因为这个FB的新制度 我还没有弄清楚 所以你们付我钱 我收了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我先弄清楚这个打赏制度 我知道应该是有人误按 你们只要按了这个打赏 FB会分钱给我 可是你们也会被扣钱 我先讲 对不对 你们送我游艇 送我飞机 今天在这里节目结束 然后我们会把这些 瓶瓶罐罐都拍下来 把这些资讯 PO上王荣耀的超级美食家的 演出反思专业 大家其实要去选购就很清楚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